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念大众传播系 然后我是念广电系的 然后我们就要拍毕业作品 那时候很忙 几乎每一个学期都有很多作品要拍 我还记得在毕业期的时候 我们要拍一个MV 然后我们就决定要到一个同学的家 去拍 然后先说我同学 我同学的爸爸是去世了的 然后家里虽然没有拜神 不过他们还是会有拜祝先 然后我们就决定 好我们就到他家就去拍摄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职位是总务 总务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就是负责他们打包吃的啦 然后就是去吹场啊 谁迟到啊 演员啊等等的 然后那天我们把场景 移到他家里面拍的时候呢 我想说好 我没有东西做 那我先去睡觉 然后先休息 我就睡他姐姐的房间 他姐姐是已经架了出去 一开门就是看到床 我就先躺了下去去睡觉 可是他们在外面做的东西 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喊啊 就是叫谁啦 我就听到 而且我睡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隐隐约约还知道我的同学 他就开门 他就说你不冷吗 他就把被子这样丢了过来给我 我虽然是没有说信息 但是我很清楚 我说整个状况 因为我没有真是入睡 只是休息 然后我突然间过了一阵子 我就发现 诶 怎么外面好像定了下来 是不是拍完了还是怎么样 我想说好 我要起床出去 可是当我要翻转身 要起床的那一刻 我就听到我耳朵有 这样子的声音 而且不是两三下 是一直 我当下就跟我自己说 因为我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可是我之前的经验呢 不是听到声音 是直接好像被鬼压床 可是这一次听到的声音 我就想说好 我一定是起不来了 我一定就是被鬼压床 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你应该会知道 你当下其实是动弹部的 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转身 我就 转了 转到了 可是一转完之后呢 是四肢无力 我想说好吧 他应该是走了 可是当下真是很累很累很累 我就继续到头身休息 可是既然不到一分钟 那个声音又来了 他就是 我想到底是谁 我说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出去 而且我之前呢 我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就想说好吧 我一定要起床出去 我就想说这一次也是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转身 我也是用尽全身一转 我转到了 可是因为当下真的是没有力气 我几乎是不能走路 我就只能用我仅有剩下的力气喊我的同学的名字 我同学叫Vicky 我想说Vicky进来进来 我Vicky就跑进来 他说什么事情 我说你快扶我出去 他就把我扶到那个厨房 然后我其他同学就过来问我什么回事 突然间在里面喊Vicky 然后看到我应该当下是脸轻轻的感觉吧 然后我那个间家的主人就是我的同学 他就过来问我爱怎么一回事 我说我刚才在房间睡觉 可是我突然间停到有人在我旁 我说我不懂是谁 我说已经是两次 我第二次才叫Vicky进来扶我出去 而且我说真是动弹不得 我现在也全身没有力气 结果同学就跟我说 他说我的爸爸最不喜欢人家睡觉 他的脚只想这么高 他的脚只想这个人 好不好 还是稳等 或者是你 接着他 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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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就